与中共关系匪浅的爱国同心会 日前在101大楼前遭到台北警方驱离 然而周一下午 爱国同心会成员又来到了台北101广场前 以脏话堪板污蔑谩罵法轮功学员 后来有现场目睹同心会恶行的大陆游客 当场严厉制止 13日下午5点 爱国同心会成员又出现台北101广场 同心会成员拿着中共五星旗挥舞 还拿脏话堪板污蔑法轮功学员 由大陆游客看不下去严厉制止 爱国同心会恼羞成怒回骂陆客 还威胁要搜证影像 对证明敢言陆客不利 后来包括A01大楼人员也出面关切 分局则在加派十多名警力前来 要求同心会撤掉中共五星旗 最后爱国同心会信心然离去 有时候看他们的举止就像餐蝇一样在飞 我说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的这种表情 这种狂躁的这种表情 不服骂劫一样的 要讲深一点的话 我感觉他们吃狼奶 消息引起大量网友议论关注 有人挺郑义陆客说 这位素质跟见解不赖 这是有尊严的大陆人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地方 能让这人说话 能让人发出类型的一些思想 我心里面就感到中国 还有这个地方 有这个民主的地方 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高兴 有感而发 郑义陆客曾经在媒体上公开发声 他希望越来越多大陆民众 能讲出心里话 争取珍贵的自由与人权 新唐人亚台电视 鲁天厂陈思琪 台湾台北怎么到